好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現在是因為 涉入了金華城容積率弊案 遭到了羈押禁見 而民眾黨上下現在是全黨一心 要來挺柯文哲占清白 而在昨天晚上呢 在立法院旁邊的大集結呢 其實柯文哲的妻子陳佩奇 她是壓軸登場來宣講 不過呢 這個宣講的內容 其實多是涉及到了 整個案情的相關部分 那也讓台北市院嚴若芳認為 難道在葛空串政嗎 帶您來聽 彭政生會在講更多事情 因為畢竟他是副市長 他是代理蓋了這個被市長授權的假帳 那後面其實還有很多 包含公斬的一些部分 也都是柯文哲自己情資蓋的 那你說要彭政生全扛 我覺得彭政生要好好的想一下 就是你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講 柯文哲在疑似可能被檢調發出 有消除或是刪除對話紀錄的痕跡 那這可能應該 如果是事實的話 這就是她為什麼要刪除這些對話 佩奇姐姐她要講說 她去上廁所上一個小時或上兩個小時 導致她沒有去那個開門 那我覺得反而應該要說 應該要關心 可能也要請北檢檢那個土城看守所 要注意一下柯文哲的身體狀況 好可以聽到嚴若芳是強調 就算現在講了這一些 但是這些相關的污點證人 是不是都有可能在咬出新的證據來 那她也認為證據會說話 是不是也要跟檢調來解釋 為什麼當初有一些對話紀錄 是遭到了刪除 但是這一些刪除的動作 其實都會留下痕跡 而這一些也可能會是 接下來剪掉砧板的關鍵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消息 我們要看來解釋 我們要看來解釋